不需要或者不能夠 其實在第一波的女性主要運動中 大家知不知道最重要的主張是什麼 這個是議題 整體的精神面貌是什麼 整體的精神面貌其實是很簡單的兩個字 就是今天我們都很多時候講的平等 equality 當然我們對於 equality會有很不同的詮釋 等一下可以再討論 去到第二波女性主義 其實是由西蒙科娃寫了 second sex 開始 一直到高峰就是六十年代 是歐美國家 那時候的主張又是什麼呢 如果我叫你用一個字眼去形容整場的類性主義運動 反腐缺 反腐缺 再衍生出來其實是什麼 再本質一點是什麼 類似 是反這個壓迫 Antiopression 而第三波 其實稍後我去講一些政治運動的事例的時候 都會再輕輕碰到這一二三波 我經常教學生的時候 都是不用怕的 一講女性主義也很害怕 一講第一二三波也很害怕 我們要用幾個字眼來歸結它 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 其實就是由八十年代開始 有不少的女性主義作者 加上就是一些文化研究的學者等等 哲學方面 其實就是開始建構了整套的post-modern theory出來 那裏面 就算是 譬如 女性主義範疇 都會用很多 就是復活的看法 一定是會用到他們的 那 在這個第三波裏面 如果我又叫大家用一個很簡單的字眼 去講整套的學術思潮 或者整套的運動 又可以用到什麼字眼去講呢? 聖結平等 聖結平等 就可能和第一波沒有分別了 有沒有想過 我們說後現代主義的時候 如果 嘩 真的只能用一個字眼 GPU Syndrome Discourse 是其他其實是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 rectangular 或者有一個 言論 一概念 主導 可以做得 from 是 其實它就會和權力 和庫權 跟體制千絲萬縷,我們講discourse的時候,我們要拆解 但其實我們是會去倡疑一件事,叫difference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的 由第一波開始去講爭取平黨, equality 到第二波,好,講antile oppression 兩者都好像相關,對吧 為什麼突然間第三波會講difference呢? 其實就是我們去講後現代主義的時候 很著重就會講diversity,就是多元 他說多元的時候,自不然就是會尊重個體的差異 其實這三波的女性主義,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第四波出現 我們都很多人很嚮往,有沒有第四波呢? 但是我們看回這三波的時候,要記得 不是說一個世紀以前我們講第一波 60年代講第二波,80年代講第三波 然後之後一二波就已經out了 已經out了,或者就已經不用了,其實不是的 譬如我又講回選舉,就是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們用第一波女性主義去描述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 其實是可以應用的,是不是? 因為我們實在太落後了 又或者是去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到今時今日仍然都是 譬如我這裡有講到,就是 女性在講什麼呢? 已經不是講教育,經濟,或者自主權 而是講基本的生存權 例如會殺女嬰 成年女性,很容易就是一樣會被殺害 或者會有trafficking 無論是賣她做奴隸 或者是做成功作者 這些情況都會有 被殺害的,在一些,譬如伊朗的地方 其實現在每一年聯合國都在這裡 遊說和譴責 她還有很多的習俗,其實是未改的 譬如,就是 丈夫可以隨意殺害妻子 而另外就是,譬如 如果一個女性 她遭到強姦 這個強姦要成立 她是一定要 找到一個目擊證人 但大家都知道 強姦 是不是這麼容易有目擊證人 不是的 沒有目擊證人的時候 會怎樣呢? 是不是說,告不到就算 不是 而是這件事,如果是被政府 或者法庭知道了 或者被她的夫家 或者她的爸爸 即是她的原生家庭知道了 其實這個女性 是會被accused是通姦的 她是被強姦 但是呢 如果她找不到一個第三者 給一個佐證做目擊證人 她是會被accused的 然後我們會看到很多疾形 就是石頭釘死 火燒 吊死 是最恆常去懲罰一些女性的 另外就是一個 辯論了很久的話題 就是 女性應不應該戴面紗呢? 這個也是 到現在是一個很長時間的 debate 譬如就是 在 伊朗 沙特拉 阿拉伯 都有一些 西方社會 西方社會 不應該很直接一刀切 就是說 我們要有一個身體自主 或者解放州 不戴面紗 其實面紗 對我們來說 是很有用的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只要戴面紗 這件事 不是男性 或者是父權 壓下來的一個order 譬如政府說 你不戴面紗 家餘的警察就可以 用槍捨你了 不是這樣 或者你不戴面紗 就不能用槍捨你了 就可以上學了 不是這種壓制性的模式 而是她自願去選擇 去穿這種傳統的服飾 其實是可以的 譬如就是 有一些 受過教育的中產女性 她們在上班 和教書的時候 她們會戴面紗 因為原因就是 有部分很極端和很保守的男性 會覺得她們 是插了腳下去 她們會在一個屬於男性的 domain 而是會攻擊她們 原來戴著一個面紗 是令她們可以面對少些攻擊 或者性騷擾 這些情況 所以原來是有她自己實際的用法 所以這裡我想說 第一波雷性主義 是繼續在用的 第二波雷性主義 更加貼近 譬如我們去講反壓迫 去講一些反負貧制度 經常都會用到第二波雷性主義的觀點 但是很有趣的 第二波雷性主義的理論 是最會了動了男性的敏感神經的 原因就是 當然就是有一些歷史背景 譬如我們去提及 六十年代的性解放運動的時候 有些女權分子 他們做了一些 到現在幾十年 這樣仍然記得的行為 是什麼 六十年代 我們一講性解放運動 是股權分子 裸體的 裸體的 還有呢 再激烈一點的 易度 不是 和裸體有關的 紋身 紋身 就是一些身體的打造 有一件事是很Iconic的 穿什麼圍 寬坊間 即是一講六十年代第二波的女性主義運動 一定是說女性是怎樣的 少空圍 少空圍 當然就是 我相信由當時到現在 一講起歷史的時候 就是會惹起很多 男性一方面是下想 另一方面就是 那種的運動神經 反感 覺得一班的女性主義者 其實不知所為 為何要這樣脫空圍出來 然後帶空圍出街 這樣就為止解放嗎 很多這些質疑 而另外就是因為 在六十年代 我們在講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時候 裏面都有很多流派的 這個可能要翌日再講 好啦 T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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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Z